嗨,我是Manty 目前在加拿大一所公办高中年Gretel 最近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的学校已经停课差不多一整个月了 这段时间里呢,我也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出门 但今天准备和室友,几个中国室友一块出去一趟 去尝试采购一些生活用品以及食材 现在我们就准备准备出门了 今天天气还蛮不错的 不过现在确诊人数已经三万多了 出门还是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的 这个小箱子就是用来放一些我的防疫用品 像口罩,还有一瓶消毒液 以及手套之类的东西 这下面垫的是一个防护服 平时是用不到的 是背着回锅飞机上用的 我又买了一个中型的,我待会儿去吃 7分钟都到了 现在在超市附近一家重新住店门口 若需要买了果疗 我们店主已经期待放出了,避免便分便的接触 然后我们到了超市 现在都有提醒,我还在这里见鬼带街人好像比较少 所以我可以直接进去 但是东西都非常齐全 现在基本上跟平时也差不多 这是我们的战利品,有室友还搬得消失 我们现在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车 一开始打了一辆四人的Uber 因为我们一共就四个人 但是那个司机巨载,因为他只在三个人前 他就会不坐人 我们没有办法,就只好重新打了一辆六人的大车 不过这个司机起先也说他只在三个人 就中间和前面都不坐 所以我们就跟他沟通了 一下子司机还蛮好讲话的 大概看我们都是学生,也都戴了口罩 所以我们现在就上来了 现在已经到家了 这段时间虽然说学校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但是其实学生并没有空下来 像我们老师就会通过各种平台来发布一些作业任务 或者是一些小的考试来检查我们的学习进度 除了学校的事情以外呢 我最近还有和两个IP上学院的学长一起合作一个微信公众号 主要是为北美这边的创业者提供一些市场上的动态以及分析 希望之后能把这个公众号做成一个大家互相交流的平台 这次疫情里呢 我还是过了一个只有我和我室友一起的生日 但是收到了非常多来自天南地北的祝福 也希望大家这次都能平平安地度过这个疫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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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乐 《君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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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的一心生活是什么样的 每天宅在家就是写作业 看书 看手机 看电视 当然还要学会自己里头发 25号届时 结成为您服务 超级无敌豪华凳 VIP做这个事 好了 摇摇 宅在家的十多天 终于出去买了一次菜 出发 要排队吗 哦 要 大部分人呢还是很自觉的戴上了口罩和手套 买完菜之后呢 我们继续去领取了中国大使馆发放的健康包 我是选择的自取 但是其他学生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出门 所以他们会选择就是配送的方式 志愿者和工作人员会直接配送到每一个学生的家门口 好 你好 这个是我的学生卡 然后是有护照 谢谢 护照需要看吗 可以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拿到了 拿到了 上面写着中国学生健康包 中国学生加油 看一下健康包里面都有些什么物资 这个是没有系数 应该是15到20个医院口罩 然后这边是非常抢手的莲花亲吻胶囊 然后还有两个KN95的口罩 再加一个 这个是卫生湿巾 然后里面打开是这样的 是独立包装 这种 哇塞 大概就是这么多 祖国的物资真的非常温暖 拿着中国的护照 中国人叫奥自豪 所以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祖国 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 你们辛苦了 这只是生活中一小部分的记录 相信大部分留学生和我差不多 都是在确保自身健康的情况下 努力完成学业 确保自己能够顺利毕业 其实不管在国内外 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所以大家加油 留学生加油 我们一起共度难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